前段时间有人问我,你退役了,打不打算去嫁人,我说开什么玩笑,我打算娶一个,你现在娶到了吗? 看了霍家给奥运选手送的百万奖金,才知道霍家和一般豪门的区别。 奥运建而访岗,霍英东基金给奥运奖牌得主奖励。 霍家三代和体育界渊源很深,在体育事业上贡献大。 霍启刚和郭晶晶因体育结缘,霍启山希望长相大嫂那样的妻子。 霍启刚接受家族体育事业,霍启山负责家族商业。 霍家家归好,成员低调朴素,霍振亭逛超市,霍启刚一家旅游孩子拿行李,三地求婚接地气,他们出门不带宝雕,在网友心中很特别。 当巴黎奥运会的硝烟渐渐散去,那些为国争光的劲儿们,带着满身的荣耀与汗水,踏上了防岗之旅。 这不仅是一次荣誉的巡礼,更是体育精神在两地间的一次深刻交流。 霍启东体育基金作为这一盛世的幕后推手,再次展现了其对体育事业的坚定支持与深厚情感。 基金会对金、银、铜牌得主慷慨解囊,不仅授与他们象征荣誉的纯金牌,还付上了丰厚的现金奖励。 这份沉甸甸的礼物,不仅是对运动员们辛勤付出的认可,更是对他们未来体育生涯的鼓励与期许。 霍启东体育基金的建立是霍启东先生高瞻原主,新系国家体育事业的体现。 自成立以来,该基金便致力于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优秀体育人才,提升国家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竞争力。 霍启东先生虽已离世,但其精神与愿景,却如同璀璨星光,指引着霍家后人继续在体育事业上砥砺前行。 霍家三代人,在体育界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从霍启东先生开始,他不仅是商界巨拨,更是体育事业的忠实拥顿。 霍振廷先生作为霍启东先生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体育梦想,不仅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 还多次担任大型体育赛事的要职,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而到了霍启刚这一代,他更是将体育精神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 无论是作为运动员的丈夫,还是作为家族体育事业的接班人, 他都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体育的热爱与执着。 在巴黎奥运会和亚运会等重大赛事中,霍家长房的身影总是格外引人重目。 郭晶晶,这位昔日的跳水皇后,以不同的身份出席活动, 用她的影响力和经验,继续为体育事业添砖加瓦。 霍启刚则担任着重要职务,不仅积极参与赛事的组织与策划, 还亲自下场为运动员们加油鼓劲,她的身影成为了赛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霍启刚与郭晶晶的爱情故事,早已成为了一段佳话。 两人因体育结缘,从相识到相爱,再到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浪漫与甜蜜。 霍启刚对郭晶晶的深情厚意,不仅体现在日常的点滴关怀中, 更在于她对郭晶晶事业的支持与尊重。 郭晶晶的坚韧与独立,也成为了霍启山心中理想妻子的典范。 霍启山曾多次表示,希望未来的妻子能像大嫂郭晶晶一样, 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追求,共同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对于霍启山的婚姻态度,霍振廷先生始终保持着开明的立场。 他认为,婚姻是年轻人的自由选择, 只要他们彼此相爱,相互尊重,就是最好的婚姻。 霍家的这种开放与包容,不仅让家族成员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也为霍家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与赞誉。 在霍家,家族事业的分配与传承,始终遵循着既定的规则与原则。 霍启刚作为长房长子,被视为未来家族体育事业的准接班人。 他肩负着将霍家体育精神发扬光大的重任, 同时也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 而霍启山则更多地接触家族的商业领域, 他在商业上的才华与努力,也为霍家的事业版图增添了新的活力与色彩。 霍家的家规是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霍启刚曾深情地回忆到, 爷爷霍英东先生经常教导他们, 要时刻牢记国家给予的机会与平台, 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微薄的贡献。 这种低调朴素,勇于担当的家风, 不仅塑造了霍家成员的良好品质, 也让他们在社会各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尊敬。 霍家成员的低调朴素, 是他们最为人称道的特点之一。 无论是霍振廷先生现身超市购买日用品的平凡身影, 还是霍启刚夫妇带着孩子出门不带保镖的温馨画面, 都让人感受到了霍家成员身上那份难能可贵的平易近人与谦逊游礼。 霍启刚的三弟霍启山在求婚时选择的接地气方式, 更是让网友们纷纷点赞, 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与幸福。 霍家的低调,并非刻意为之, 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那份对生活的理解和尊重。 在他们看来,无论身处何种地位, 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霍启刚与郭晶晶夫妇, 更是将这种理念融入到了日常的教育中, 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独立与谦逊, 每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都是提着自己的小行李箱, 跟在父母身边。 这样的画面,无疑是对抚养精神, 穷养物质的最好诠释。 霍家的故事,是一曲关于传承, 奉献与荣耀的赞歌。 在这个家族中, 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 为国家的体育事业, 为家族的繁荣昌盛,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国情怀, 什么是真正的责任与担当。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霍家的精神显得尤为珍贵。 他提醒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保持一颗平常心, 坚守自己的信念与追求, 才是通往成功的关键。 霍家的故事, 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在各自的领域里勇往直前, 追求卓越, 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超然, 陈若霖首次回应 与霍启山恋情, 赞其帅且不会因其影响闺蜜情,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但有时候, 生活比剧本还精彩。 这话用在跳水女皇陈若霖 和豪门子弟霍启山的身上, 简直是在贴切不过了。 最近, 关于他俩的绯闻剧本 可是让吃瓜群众们过足了瘾, 但真相究竟如何呢? 别急, 咱们这就来扒一扒。 先说说这位男主角霍启山, 那可是颜值与财力并存的 高富帅典范, 走在街上都能引起一阵小旋风。 如果说帅气有等级, 那霍启山绝对是 SSS级别的存在, 就连路边的花草 看到他都要多摇曳几下, 以示臣服。 这形象, 简直就是从漫画里 走出来的男主角, 让人不得不感叹, 长得帅, 果然连呼吸都是错的。 不过, 咱们的女主角陈若霖 可不是那么好攻略的哦。 面对外界沸沸扬扬的恋情传闻, 她终于开口了, 用一句话 就把大家的八卦之火给浇灭了, 我们只是好朋友啦, 大家别想太多。 瞧瞧, 这回应, 既干脆又利落, 简直是绯闻终结者附体。 看来, 陈若霖在跳水台上是水花消失术大师, 在生活中也是谣言消散术的高手呢。 更让人觉得暖心的是, 陈若霖还特意强调, 就算和霍启山关系不错, 也不会影响到她和闺蜜们的感情。 她说, 闺蜜情深四海, 男人如衣服, 姐妹才是永远的VIP。 这话一出, 网友们纷纷点赞, 直呼这样的友情观, 太正了。 在这个塑料姐妹花遍地的时代, 陈若霖的这番话, 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让人相信真挚的友情依然存在。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提陈若霖的跳水生涯, 那可是用实力说话, 数据杠杠的。 记得那次奥运会, 她以近乎完美的姿态跃入水中, 水花小的, 就像投掷了一枚硬币, 最终以447.70分的高分夺冠, 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跳水皇后。 那场比赛, 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 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毫米, 看得裁判都忍不住给满分。 赛后, 就连对手都竖起大拇指, 说, 陈若霖, 你是水里的精灵。 当然, 比赛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一次, 陈若霖在赛前不慎扭伤了脚踝, 大家都以为她会放弃, 但她却坚持上场, 用一句轻伤不下火线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那场比赛, 虽然过程惊心动魄, 但她最终还是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和技巧, 成功未免, 让全场观众起力鼓掌, 连解说员都激动的嗓子都哑了。 看完了陈若霖的跳水大片, 咱们再回到她和霍启山的友情小剧场。 网友们对于这段非恋情, 可是议论纷纷, 有网友留言说, 看来, 帅哥美女的友谊也是可以很纯粹的, 不一定要发展成爱情才精彩。 还有网友调侃, 霍启山啊, 霍启山, 你的魅力在大跳水冠军面前也得甘拜下风啊。 更有甚者, 直接给陈若霖颁颁发了最佳澄清讲说, 他处理绯闻的方式简直太极致了。 说到底, 陈若霖和霍启山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轻松愉快的青春偶像剧, 虽然没有按照观众期待的剧本走下去, 但却传递了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信息,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 真诚的友情和个人的坚持, 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宝藏。 陈若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是面对比赛的压力, 还是生活的流言蜚语, 只要心中有光, 就能照亮前行的路。 总结起来, 陈若霖与霍启山的这段绯闻风波 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 真实的陈若霖, 一个在跳水台上是王者, 在生活中同样有着自己坚持和态度的人。 他教会了我们, 无论外界如何喧嚣,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真诚, 才是最酷的姿态。 所以, 下次再有类似的绯闻大片上映时, 不妨先吃个瓜, 然后静待当事人亲自剧透, 毕竟, 生活嘛, 还是要自己过得开心才是真的。 因此, 然而是, 感谢观看